NC Channe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NCE Channel 我是NCE小夜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一樣是要帶給大家更多有關 我們MW3釋出的一些相關消息 那這一次這些消息呢 跟上一部20分鐘的影片 其實應該算是同一批 對不過呢 這一篇的消息比較晚被整理出來 對所以就把它分開來講 那這一次的消息比較多面向的呢 是我們的戰地升級的部分 連殺獎勵的部分 以及我們的裝備特長的部分 好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進入到正題 那先從我們的戰地升級講起 那戰地升級一定就得提一下 我們之前有提到過的 那個所謂的可以幫忙站點的戰地升級 那目前透過有去這個大槌工作室 先行遊玩的創作者他們說 目前這戰地升級被叫做ACS 那全民是什麼好像還不太清楚 對但是他目前就叫做ACS 那這邊跟我們之前談的一樣 他可以作為一個額外的玩家 去做站點的動作 那基本上呢 引戰領戰就是有三個旗子位置 要站的這個模式來說 如果你跟ACS同時都在點上 他是算成兩個人在站點的 那這邊其實就會產生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如果說是戰地升級 應該一隊不會有限制的攜帶數量 那所以說如果我六名玩家全部都在ACS 然後在站點的時候全部丟出來 那是不是算成12個人同時搶一個點 那這個搶騎的速度大概可以說是光速搶騎 又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刪三分 就是一個旗子有六個人才 那這個佔領戰的玩法 將會被大大的顛覆 跟以前我們玩的這個控制再生點位 或是搶二手一的這個狀態 都會變得跟以前很不一樣 那具體這個東西要怎麼樣去運用 跟實際在戰場上面又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還是得看實際遊玩的情況才可以知道 那這邊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一點 就是這個ACS如果在非目標模式 好比說是團隊死鬥或者是這個自由混戰 這種非目標取向的遊玩模式當中 這個ACS是可以去駭入其他人的裝備 就好比說跳雷擴建那些東西是可以去駭入的 那這邊一樣實際怎麼運作要看遊戲出來之後才知道 不過我個人對於這個戰地升級是還蠻感興趣的 基本上這個東西有可能是Solo玩家的一大福音 因為不管是在點位協助或者是誘導敵人上面 應該都可以起到不小的作用才對 那接下來下一個戰地升級叫做 Calm Scrambler 就是這個通訊干擾器 那這個干擾器應該跟以前出現在歷代作品裡面的 所謂的Jammer應該很類似 基本上它就是會在地圖上面形成一個干擾的區域 那在這個區域內的友軍跟自己是不會在敵人的雷達上面被造出來的 那這個應該還算前顯易懂 因為以前也有出現過 就是有這個東西會出現 那基本上戰地升級有流出來的 目前應該是只有這兩個 那我在做這部影片的時候有沒有其他的還不太清楚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講流出的一個連殺獎勵 這邊有個連殺獎勵叫做Musquito drone 就是蚊子無人機 對感覺好像有點怪怪的 不過它目前的名字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有提到 這個無人機是會帶著炸彈去攻擊敵人的玩家 那基本上簡短的這一行字其實不太清楚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運作方式 那有可能是跟我們目前MW-2022裡面的炸彈無人機一樣 也有可能會是像黑色行動2的Hunter Killer一樣 那究竟是需要人為操控還是自動追蹤 目前還不太清楚 不過我覺得國外知名YouTuberPrestigious Key 有提到一個想法是還蠻不錯的 就是黑色行動2裡面有一個連殺獎勵叫做無人機風群 那是不是這個Musquito drone也會有這方面的延伸 所謂的取得大範圍制空權的這種連殺獎勵 有沒有可能會出現 目前都還不知道 但是就是有這個東西在這邊 那接下來相關流出的情報還有講到一個致命道具 那這個致命道具叫做Bridge drone 就是突破無人機 那這個突破無人機的解釋是說一個致命的無人機會 朝前筆直的飛出直到撞擊到物體或是玩家才會爆炸 那這個東西 歷史上有 COD的歷史上有出現過類似的東西啦 不過在我印象中 這一類型的投資物或者說致命道具 感覺好像都不是非常的實用 那實際怎麼運作呢 應該也是要等這個遊戲畫面放出來才會知道 大家就先知道有一個這個東西用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就是再來跟大家講幾個特長裝備 那為了避免這個大家搞混 所以接下來這部影片裡面我都是用特長裝備來稱這些東西 那只要你聽到特長裝備基本上就是在指我們的特長系統裡面的東西 跟其餘的裝備是沒有關係 老大技的這一點 那首先呢 第一個特長裝備是叫做Signal Jammer 就是信號干擾器 那這個信號干擾器跟我們剛剛的通訊干擾器不太一樣 這個信號干擾器的作用呢 是延遲敵方致命道具的爆破 那這個東西就有點像最早期的MW3裡面的Stalker 就裡面有個特長它的進階版本呢 就是附帶這個延遲隱性的功能 所以呢如果你在轉角走過擴建或是走過跳雷 它可能會遲個一兩秒才引爆或是才觸發 基本上呢這個也算是當時我非常愛用的一個特長之一 但是目前呢看起來它似乎沒有跟這個Stalker的特長綁在一起 當時Stalker很多人愛用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可以增加瞄準時候的移動速度 那這一次呢則是單獨被分出來 變成一個叫做Signal Jammer的裝備特長 那再下來呢有一個東西就是 國外應該對這方面來說討論比較多 那在台灣社群這裡呢 我是看比較少人在討論這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極境無聲 國外其實一直有在吵說極境無聲應該要回歸作為一個特長 而不是戰地升級之類的 那這一次呢也有一個裝備特長 叫做Covert Sneaker 就是這個隱匿鞋子 基本上它就是給你極境無聲的功效 那當然它沒有提到極境無聲也會作為戰地升級 回到我們的MW3裡面 所以基本上你是有幾種不同的方式可以選擇來消除你的腳步聲 這個搭配呢就是留給各位玩家自己去做選擇 那最後一個流出的這個裝備特長呢叫做Detector 那這個東西呢在流出的這個解釋裡面是說 它可以偵測敵人的雷射核實指向你 那這邊呢他們有打上是高度警戒問號問號問號 對就是他們可能自己也不太清楚這個東西是怎麼樣去運作 只是知道有這個東西 那目前國外猜測應該是有點像是 目前我們遊戲內不是有一些雷射比較明顯 有一些雷射比較不明顯嗎 那這個東西呢可能可以幫助你就是 更好的去識別那些比較不明顯的雷射或是怎麼樣 不太清楚對但是有這一個東西在這裡 OK那到這邊為止呢差不多就是後續流出的一些裝備的細節 跟這些描述的方式喔 那最後呢再講一下我們之前有提到Cutthrow的就是那個3v3v3的模式喔 目前這個模式看起來應該會是回合制 回合淘汰制喔 就是有點跟槍戰一樣 就是可能這一回合你只有一條命 然後就是看三個隊伍誰先搶六或是誰先搶多少分這樣子喔 對就是一個小資訊跟大家提一下 那到這邊為止喔差不多就是這部影片我所想要講的東西喔 感覺整體起來還是蠻不錯的 畢竟這還不是完整的流出表喔 不過光ACS這個東西我個人就是非常非常感興趣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這些東西有什麼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區留言一同討論 那最後的最後呢再跟大家宣告一件事情 也不是說宣告一件事情啊 就是提醒一下大家的實聲表 就是呢在我們的德國電玩展 就是馬上即將到來啊 在幾天後就要到來的德國電玩展 將會有這個全世界第一次公開亮相的 MW3實機遊玩畫面喔 那這個實機遊玩畫面呢 我個人預估應該也會是劇情模式喔 就是像可能之前海上行動那樣啊 先給你一個劇情模式來看 那目前國外普遍猜測應該是會放Trailer裡面 很像古拉格的那一個劇情關卡來讓大家做觀影體驗喔 那到時候呢也是我們這群沒有去工作室玩的人 可以第一次首次看到MW32023在畫面的表現 人物動作的細節以及槍枝建模動畫 音效上面的表現到底是如何 是不是如同我們在預告中看到的那樣 令人期待令人震撼的樣子喔 那德國國際電玩展呢 換算成台灣時間將會是在23號的凌晨2點 沒有錯這類以歐美為主的活動 基本上在我們這邊要實時觀看 基本上都是死人時間 對但是也沒有關係喔 到時候呢小夜應該也是會同步直播 對但是應該只有COD的部分 其他遊戲我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也不一定啦就看當下如何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把那段時間空下來 或是準備好咖啡 準備跟小夜一起熬夜喔 好啦那麼這次的影片差不多就先到這邊 如果想有影片的話呢也歡迎追隨我的 退休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影片看到這邊呢也別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未來呢你才不會錯過更多有關的資訊影片喔 好啦那麼我是小夜 I'll see you guys On the other side Bye bye Bye